女士们先生们早上好 这是新的蓝图Free Free作为蓝图品牌的开山之作 从它诞生之初代表的是蓝图品牌 那么这一次迎来了改款 到底改了些什么呢 Let's fight out 从外形设计而言 不知道你们通过空镜能不能够看出有什么不同 这台车目前的设计风格是延续了原本DNA的那个版本 看上去攻击性更强 有一定的机械战甲风格 可以看到的就是前脸 如果说以前的版本感觉是更优雅的话 那这个版本就会显得更加的运动 利用视觉差做出了三层的进气口的风格 看上去非常好看 非常运动 非常具有年轻感 这次我们拿到的是一个流光晶的版本 也是一个全新配色 而且呢 一样还是原本的这个贯穿式的日间行车灯设计 连上了logo在夜间辨识度依然还是这么高 来到侧面会看见用上了一个全新的黑化的轮毂设计 而且它有100毫米可调的空气悬挂 所以它的姿态非常好看 那来到车尾啊 上方尾翼下方新增了一个扩散器 看上去跟前面一样 都增加了它的机械感 运动感 还有一个小细节 就是在右下方这里有一个Apollo Tech标识 这个标识代表着什么呢 代表着新的蓝图Free 是跟百度战略合作紧密共创的重磅车型 它将作为百度Apollo Highway Driving Pro的首发车型 加入到高阶智能辅助驾驶的赛道中来 这台车其实是搭载了L4级别的硬件能力 但是受制于法规 目前来说只能发挥着L2.9的这么一个自驾水准 那就是拿着L4的武器在做着降维打击 所以新的蓝图Free在智能驾驶领域是非常值得期待的 内饰设设计是蓝图一直做得非常好的部分 无论是Free或者是梦想家 首先看到的这种暖色调的配色氛围 高级感是足够的 而且有一种居家的豪华感 那用料上来说摸上去的地方都是软的 包括座椅坐上去舒适程度很高 最重要的就是Free的这个一体式三连屏 支持升降 这个是Free最值得炫耀的东西了 降下来之后所有的显示变得更简约了 升起来之后变成常规的三块屏幕 可以去做很多的操作 包括副驾这边的影音娱乐系统 包括中控的各种功能调节 基于8155芯片之下 所有的操作都很流畅都很快速 并且显示着精度也特别高 用起来是好的 再加上有智能语音交互系统 下方保留了空调的实体按键 开车起来盲操非常方便 那么这款车型革新了什么地方 它把中间的电子挡杆取消了 放在了怀挡部分 解放了中间的空间 给我们增加了50瓦的快充充电板 手机放上去不仅可以充电 而且它是有通风效果的 防止了手机过热 除此之外 单拿的音响 附加12项的电动调节 通风加热按摩全齐 而且有不同的模式可以解锁 可以说这个座位是这台车 长途旅行里面最舒服的座位之一 头顶是一个可调节透光绿的全景天幕 高级感绝对拉满 跟着我去后座 看一下后面有什么新的变化吧 后座部分增加了后排功能调节屏幕 在这个屏幕里面可以调节音乐 甚至可以调节天幕的透光率 非常有意思 加上它的坐垫是肉眼可见的家常 地台又不会特别高的情况下 腿部的承托做得非常好 坐垫非常软 坐起来的舒适度很高 有空调出风口 有USB接口 还有一个60瓦的快充Type-C口 而且蓝图一只标榜安全 除了这台车在主动被动方面的安全设计之外 它采用的是最高标准的环保材质 闻起来没有味道 再加上还有香氛的陪伴 这台车所有的地方都在告诉你 FREE是可以让你享受到属于你自己的freedom的 同时FREE有超过1200公里的综合续航 前双叉臂后五连感的悬架结构 这台车的动态应该很有意思 回到最初的那个问题 新的蓝图FREE到底改了什么 目之所及 它变得更加年轻 更加动感 更加帅气 重要的是 它也更加科技 并且更加智能了 这台车正在全方位的唤醒全方位的进化 来满足更多人 对于目前汽车市场的需求 以它的最大竞品理想L7而言 这台车在外观上的感觉 在内饰氛围上的感觉 以及空气悬挂 还有在这种底盘方面的调校 应该会更有意思 那接下来就跟我们一起 期待一下它的动态体验吧